阴阳五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哲学思想 它认为万物都是由阴阳两种对立而相互依存的力量和五种基本元素 金、木、水、国、土组成的 而且阴阳五行之间有着相生相克的关系 因此阴阳五行不仅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 还可以用来分析人的性格、命运和运势 甚至可以推测国家的兴衰和历史的走向 下面我们就将介绍如何通过阴阳五行的原理和方法 来解析一个人和一个国家的命运 帮助读者了解自己和世界的规律 从而做出更好的选择和决策 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听人提起 做事就要看透一件事情的本质 可是却从来没人教会过我们 如何能够看透一件事情的本质 事实上我们人类的世界 所有的事物本质 其实都不在于事物 而在于我们人的自身 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关联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我们只要看透一个人的本质 事情的本质自然也就明了了 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怎样看透一个人的本质 或者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之为 食人之术 上世纪三十年代 美国心理学家施莱奥克 将一本名为食人之的中国古籍 翻译成了英文 并且命名为人类能力的研讨 结果这本书在整个欧美的学术界 引发了一场剧烈的轰动 那么这本书里到底讲了些什么呢 又为何在如今这个科学的时代 受到如此之高的重视呢 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了解一下 古代食人之术的精髓 晋朝初年 一位书生打扮的青年 走在空旷的大街上 看着远处鸟鸟升起的吹烟 心中既喜又悲 喜的是从东汉末年到三国乱世 直到如今的大晋王朝 天下终于是得以安定了下来 悲的是天下的大事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放眼整个历史的轮回周期 终究还会有分开的那一天 谁又知道 眼下的太平盛世 究竟又能维持多久呢 就在此时 路边侧子摊车的一位老者 突然开口说道 世间的万物 各自有各自的运势 每个人也有自己的命运 每个朝代也有各自的国运 与其在这途中感慨迷语表象 倒不如拨开迷雾 以探本质 青年人听后 轻轻一笑回道 人生在世 就连自己的命运尚且无法琢磨 居然还要妄图窥探整个天下的变化 然而 就在青年人加快步伐 想要离开之际 老者又再度开口 世间的万物各行其道 天有天道 人有人道 天下虽大 却终究离不开人道的范围 你看不懂人道的运行规则 不代表它没有规则 你看不懂世道心衰的本质 也不代表 这个世界上 就没人能看透它的本质 此时 青年人脚步一顿 刚才自己分明没有说话 对方又是如何洞察自己的心事的呢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 老者又开口说 你心中所想 脑中所思 皆在动作举止之间 此为不言之言 口中说出来的话未必可信 但是不言之言却不会骗人 青年人文言索性转过身来 上下打量了一下老者的特资谈说道 既然先生刚才提到天下二字 那就不妨拿这两个字来测一测天下的运势究竟如何 老者答 一个测资的本质 其实是为了解惑 而解惑的方法 只是让一个人看透所测之师的本质 你所说的天下大事 其实无外乎是世道心衰的痕迹 而一个国家的盛衰和治乱 其根本完全在于治理这个国家的人 是否能够担起各自的职责 天下大事不是不可预测 更多的还是人为的创造 与其探究客观的局势 倒不如学会观察人的本质 若能够看透一个人的本质 又何愁看不清人道的规则呢 看透人道的本质 青年人有些疑惑 人的思维和意识 本来就是无形无相的东西 又如何能够按照有迹可循的路线去推敲呢 然而老者却说 世界上一切事物皆有阴阳两面 相辅相成如影随形 欲知其阴 必先观其阳 观其有形 便可知其无形 老者见青年人依旧有些不解 便指着路边的大树继续说道 你看这棵树 虽然无法看到它埋在地下的根须 但是却可以通过树干的粗细程度 以及枝叶的繁茂情况 来判断地下根须是否繁密 对待一个人同样是如此 需要由外观内 以其有形来观其无形 青年人文言若有所思 有形来观无形 难道是观察一个人的面相 虽说相由心生 但是纯粹一貌取人未免太过武断了吧 老者说一貌取人 只是识人之书的最基本的一个层次 重要的是要观其情态 所谓观其情态 就是指一个人的情绪和状态 就像水在致寒之时会结冰 在炙热之时就会挥发成气 人在不同的条件下所展现出来的情态 其实也是内在本质的外在变化而已 掌握了外在变化的规律 就能够逆向的分析内在的本质 世间之人虽然形形色色 但是从最本质的角度来讲 其实没什么两样 这些世间的变化归根结底 其实无外乎阴阳而已 说着他就用手指着身后的八卦图形 你看这八卦 代表着天地之间最原始的八种事物 分别是天 地 水 火 山 风 雷 泽 而八卦相互叠加之后 又可以演变成六十四卦 这六十四卦又包含着天地之间无穷的变化 同时也包含着人世间的纷繁复杂 但是如果你把它拆解到最后 你会发现 它的本质其实无外乎是阴阳两道 人的本质同样是如此 大体可以划分为阴阳两种属性 其中阴气主境 象征着智慧沉稳内敛 阳气主动 象征着刚毅果敢魄力 所以得阴气多者喜欢身姿熟虑 欲试沉着冷静 能够进食事物的源头 善于理清千头万续 可是这样的人却显得有些优柔寡断 以至于错失良机 对阳气多者则反映机敏行为果断 遇见事情能够当机立断 展现出一种强大的气势 可是与此同时 也往往因为不够深思熟虑 容易造成冒失 反而欲速则不达 两者之间的区别 就像火光和阳光照耀外物 却不能照耀出自身的形象 金属和水面能够照耀出外部的形象 却不能主动向外散发光芒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就是因为阴阳二气的偏颇 没能形成彼此之间的协调和平衡 说到阴阳平衡 青年人开始变得更加的迷茫 阴阳消长存在着无数种变化 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差距 放大之后的结果也有着天差地别 正所谓失之毫里没有一千里 更何况人性本身就是难以琢磨的东西 老者似乎看出了他的疑惑 于是接着开口说道 天地之间皆由大道所生 而大道在演化的过程当中 皆有各自的定数 其中道为圆 乃宇宙自然之本 一体两面划分阴阳 使万物的基数 而随着阴阳的消长 又可以进一步的演化成四象五行 乃是天地之间的变数 所谓四象 便是太阴 太阳 哨阴 哨阳 这四种阴阳和和之相 而在这四象之外 又有另外一种阴阳平衡的状态 古时候的阴阳家将其按照五种状态的特性 分别划分为 金 木 水 国 土 这五种事物来作为象征 也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五行 其中 木为哨阳 火为太阳 金为哨阴 水为太阴 而土象征着阴阳平衡 世界上所有的事物 大体都可以按照这五种状态存在 人的生命自然也不例外 这个时候 清见人听得有些入神 一边给老者倒了一杯茶水 一边继续问道 阴阳五行和人的生命究竟有何联系呢 老者端起茶水 轻轻的抿了一口 天有五行 人有五德 面有五官 内有五脏 人体的骨骼 经脉 气息 肌肉 血液 皆为五行之气 其中 木主骨骼 骨骼挺拔之人 则意味着志向远大 意志坚强 就如同树木生长 直指苍穹 这是五德中的人的体现 金主金脉健强 金脉健强金干的人 大多数勇敢果断 如同锋利的金属 干脆利落的割断任何的物品 这是五德中的义的体现 水主血脉 血色平和而通畅的人 善于通晓万物 就如同水流一样 无孔不入 这是五德中的质的本质 火主气息 气息清纯而明朗的人 往往能够洞察视力 懂得分寸 就像火一样 能够照耀万物 驱赶晦色与阴暗 这是五德中的理的根本 而土主肌肉 体型端正而坚实的人 往往能够手持正道 坚定不移 就像辽阔的大地一样 能够承载万物 这是五德中信的根基 五行是天地的长气 五德是人类的长行 将之与人体相互对应 就能够根据人们外在的特征 来判断内在的情形 言及此处 老者略微休息 端起剩下的半盏茶水 一饮而尽 青年人一边为老者添茶 一边又继续地问道 先生方才所言 都是识人之术的原理 可是到了人与人交往的时候 又应该如何去运用呢 老者答曰 阴阳相生 数不过久 人的性情之变亦始如此 性之所尽 无外乎这九种特征 分别是正邪 智虞 勇雀 强弱 躁静 悲喜 兴衰 方圆 大小 而这九种内在的性情 则分别对应着 神 精 筋 骨 气 色 仪 容 眼 这九种外在的表象 内心的正邪 体现在一个人的神情之上 聪明愚钝的实质 则体现在精神活动当中 勇敢与懦弱的态势 则取决于一个人的金剑 性情的强弱 体现在一个人的骨架 暴躁与平静的习性 要看一个人的气息 悲伤和喜悦的心态 存在于一个人的面色 心衰的迹象 体现在一个人的仪态 性格的方圆 体现在人的面容 以上便是九争十人之数 普通人精通此数 便可以察言观色 趋吉避凶 耳包和降相 则可以根据此数的原理 看透一个人的本质 做到知人善应 既是安民 说到这儿 老者伸手 从册子弹底下 掏出一本泛黄的古籍 只见这本书上 写着三个字 十人治 青年人郑重地接过此书 正欲向老者再三败谢 却只见对方挥了挥手 起身离开座位 一步迈出 并已消失不见 只有一个操脑的声音 在原地响起 天地苍茫 何处求 人到兴摔不自由 万万千千说不尽 且看大江向东流 通过上面的故事 我们可以看出 阴阳五行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 和世界的规律 从而做出更好的选择和决策 当然阴阳五行 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定论 它只是一种参考的依据 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命运 还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努力和智慧 以及其他的因素和条件 一央五行只是一种指导 而不是一种命令 我们应该用开放的心态 和创新的精神 来运用一央五行的原理和方法 来解析一个人和一个国家的命运